如果要选出《变形金刚》电影系列中最佳动作戏 那必然是《变二》中《青天驻在丛林以夷第三》这段了 这段戏堪称电影系列的巅峰动作戏 《变二》也是《变形金刚》电影第一次采用IMAX摄影机拍摄 因此这段戏在电影院的大屏幕上观看那是相当令人震撼 不过这段戏节奏非常快 其中很多镜头细节作为观众很难全部看清楚 今天我们就来竹针解析一下 看看这段戏中有哪些我们难以看出的细节 这场丛林大战的起因是因为老薇抓了山姆要取出他的脑子 《青天驻》一大红风赶到把山姆救下 老薇看似被《青天驻》打跑了 其实这里体现了老薇的狡猾 虽然只有《青天驻》一大红风出现 但谁知道外面会不会有别的汽车人 为了避免被全殴 老薇现在先撤离是很明智的 等到后面《青天驻》追他时 老薇确定《青天驻》落单后才开始与柱子哥开打 那么这里我们就要问了 《青天驻》为什么会落单 大红风怎么没跟上 其他汽车人去哪里了 其实前面剧情有交代 《青天驻》他们发现八天虎的信号时 他们立刻赶了过去 同时他们给巢穴部队的人类发送了求助信号 人类这边也发现 美国东部出现了多个八天虎 他们还发现 《青天驻》分成了两对行动 分别去往了纽约与费城 从剧情上看 《青天驻》一大红风去了山姆那里 也就是费城那里 其他《青天驻》一大红风救下山姆几人后 山姆上了《青天驻》的车 然后《青天驻》马上开始追老魏 这时大红风接上米凯拉与利尔 按理说如果现在大红风去找《青天驻》 应该很快能追上 但大红风直到丛林大战结束时才到 而且是与其他汽车人一起到的 这样来看 大红风似乎是先去与其他汽车人碰头后 然后才去找到《青天驻》 《青天驻》的行为看起来也不合理 因为他去追围阵天 很大几率于霸天虎会有一战 带着山姆肯定会影响战斗 而且他独自一人去追也过于鲁莽 不太符合《青天驻》沉稳的性格 只能说这里的巨型逻辑 有点强行制造柱子哥落单的处境 现在咱们开始解析这场经典的丛林之战 本来老魏在前面跑 柱子哥在后面追 但不知什么时候老魏躲到了树林里 从《青天驻》的后面出现并开了一炮 不过好在没击中《青天驻》 柱子哥马上开始变形 这时山姆可还在他身上 也不怕把山姆急死吗 老魏这时扑了上去 可以看到老魏撞上《青天驻》的一瞬间 还是坦克形态 下一秒时他已经变成了人形 《青天驻》此时也变形完毕 也就是说 他们完全有能力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变形 而不是每次都像《青天驻》 第一次变形时那么慢 老魏与《青天驻》在地上翻滚中 当镜头掠过这棵树时 山姆从镜头中出现 看样子使《青天驻》 尽量用不那么激烈的方式 把山姆放到了地面上 当然由于惯性 山姆还是在地上滚了几下 《青天驻》起身后 趁老魏还没站起来 给了他一记重重的优勾拳 接着《青天驻》看样子 要跳起来砸老魏 不过又被老魏一下扑倒 这时山姆已经找地方躲了起来 镜头回到《青天驻》与老魏 柱子哥已经站起 并从地上拔起一棵树 狠狠砸了老魏一下 老魏挥出一拳 但没打中柱子哥 反而被《青天驻》 左前击中后腰 这个镜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老魏的身体修复后 左手与以前变化不大 但是右手变成了像螃蟹钳子一样 不过到后门剧情 他的左右手又变成一样了 看样子这螃蟹钳子 就像柱子哥的能量刀 是可以从手臂伸缩变换的 老魏再次试图反击 还是打了个空 柱子哥又一击中拳 把老魏打翻在地 注意箭头这里 此时《青天驻》右手的能量箭出来了 然后跟上去就砍中老魏的箭 接着《青天驻》用手肘 磕中老魏的头 这也像把老魏打得 喷出像人类血液一样的东西 当然这应该是类似机油的物质吧 最后柱子哥一把将老魏扔在地上 想当初第一步是 老魏那可是吊打柱子哥 这到了第二步完全倒了过来 也不知道是柱子哥变强了 还是老魏变弱了 我个人更倾向于 是老魏没有当年之勇了 由于他被复活时 只能用一般霸天虎士兵的零件 导致他的实力大不如前 《青天驻》也一定是看出了这点 所以毫不客气的把老魏一顿好打 而且这里难得看到柱子哥 骂个不停 好家伙 柱子哥这火气怎么这么大 看来他真的很愤怒 此时秦天柱并不知道 老魏为什么要抓山姆 他的愤怒只是因为 微震天威胁到了 这位曾救过他生命的男孩 老魏也意识到 自己现在已经打不过秦天柱 只能叫其他霸天虎来帮忙 第一个过来的就是冲浪板 这里纠正一下上期视频的一个错误 冲浪板虽然人形于低部的学习 但他的载具形态并不是 轩原的MH-53直升机 而是CH-53E直升机 冲浪板之所以不是MH-53 很大可能是因为在2008年 MH-53已经从美军退役 而编案是2009年上映 所以就改成了CH-53E 接着过来的就是红蜘蛛 而他的目标是山姆 不过他快追上山姆时 脚底似乎是滑了一下 让他一个亮枪 暂时与山姆拉开了距离 而在画面左边 老薇向秦天柱打出了一拳 而柱子哥是以一种半蹲的姿态 用双手接住了这一拳 短暂进入了防御状态 镜头掠过两棵树后 可以看到老薇趁柱子哥没起身 也开始追向山姆 这个镜头最后一阵可以看出 他离山姆已经很近了 这时切换到下一个镜头 秦天柱从后面追了上来 一下将老薇扑倒 老薇马上起身 打算用左腿给秦天柱来个横踢 不过秦天柱一抬手 先击中老薇一下 这一下打得火花似箭 接着柱子哥左臂一把抓住 老薇踢过来的腿 然后一拳砸向老薇的大腿 让他跪了下去 秦天柱紧接着又是一个铁膝盖 把老薇给撞倒 这里红蜘蛛的位置很有意思 当老薇被秦天柱扑倒时 红蜘蛛已经到了他们身后 不过当秦天柱砸老薇大腿时 红蜘蛛本可以向秦天柱开火 他却移动到旁边的树后 当秦天柱用膝盖把老薇磕倒后 他这才到了秦天柱身后 等于他绕了一圈后才接近秦天柱 已经失去了偷袭的最好时机 秦天柱马上回身 一把抓住了扑过来的小红 并用左线给小红脸上来了一下 然后顺势用肘部 但秦天柱左腿飞起一脚 将老薇踢飞 而踢老薇的时候 秦天柱的右臂一直在勒着红蜘蛛的颈部 让他没法挣脱 现在秦天柱腾出了左手 他用双臂牢牢抓住小红 把他甩了一下后 将小红脑袋朝下举起 一脚踢中他的下巴 让红蜘蛛飞了出去 到此为止 冲浪板也不知在干嘛 这滑水也太明显了 照这样下去 秦天柱似乎胜权在握 然而形势很快发生变化 秦天柱能量剑虽然砍中老薇 但似乎没造成什么伤害 而红蜘蛛趁机扑过来 一拳击中秦天柱 冲浪板这时抓住秦天柱头部 虽然柱子哥用手部击中冲浪板的脸 但冲浪板还是用手里的螺旋桨 滑了柱子哥腰部击下 秦天柱刚挣脱 红蜘蛛又上来 与冲浪板两面夹击 同时击中秦天柱 秦天柱推开冲浪板 左旋向红蜘蛛打出 但被小红一把抓住 接着他用左手的圆锯 又聚到了柱子哥腰部 秦天柱刚摆脱 小红的圆锯又向柱子哥砍去 而秦天柱也同时挥出能量剑 两人同时击中对方 这时老薇又从后面赶到 秦天柱想反手给老薇一剑 却被老薇先一步击中后背 接着老薇一把抓起柱子哥 把他一下摔在地上 算是回敬了刚才秦天柱扔他那一下 秦天柱刚要起身 老薇紧跟着踢出一脚 结结实实地踢在秦天柱的脸上 就像老薇之前一样 秦天柱也喷出一口血 他刚好战起 红蜘蛛又开火击中了他 老薇跟上去又补了一圈后 打出一发融合炮 将秦天柱一下击飞 这要是别人估计早挂了 还得说是柱子哥 除了突出几颗牙之外 秦天柱并无大碍 这时卫健天问秦天柱 难道我们种族的未来 还不如这个人类吗 秦天柱的回答是 你杀人成瘾了 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 其实是秦天柱回击老魏 你别老拿这种 冠冕堂皇的理由杀人 说完后 柱子哥的左手也将能量剑伸出 瞬间化身为双翅狂暴战士 从这个镜头最后一针来看 柱子哥是奔着冲浪板去的 不过下一个镜头开始 却是他一红蜘蛛在缠斗 这个画面来看 秦天柱的能量剑 似乎被小红夹在了叶下 接下来可以看到 秦天柱把右手能量剑抽出 用左手能量剑刺穿了小红的翅膀 然后转身把小红甩了出去 柱子哥在转身的同时 右手的能量剑还砍中了冲浪板 红蜘蛛被甩出后 把后面上来的老魏撞了个亮枪 而柱子哥转过身 马上左手劈出 把冲浪板背后的螺旋桨 削掉三根桨液 这时后面的红蜘蛛打出一发导弹 索性并没有打中秦天柱 而柱子哥再次挥起左手能量剑 一下将冲浪板 带着螺旋桨的手臂切下 这他手臂飞出后 正好击中后面的老魏 让他本想对秦天柱开火的炮口 偏移到了别处 这时红蜘蛛又扑向秦天柱 不过柱子哥右手能量剑 一下将小红砍到一边 接着他顺势转身 左手能量剑砍中冲浪板 这时红蜘蛛抬手想开火 秦天柱一个飞起翻身 从小红后背上滚过 导致小红打出的导弹 击中了后面的冲浪板 而秦天柱落地后 将右手的能量剑甩了出去 刺中了冲浪板的右腿 让正在开火的冲浪板失去了平衡 这时老魏也冲了过来 红蜘蛛也转过身来 秦天柱先是左臂架出红蜘蛛的攻击 然后一个头水把小红撞开 接着面对老魏踢过来的一脚 他用左手能量剑刺入老魏小腿 然后拔出能量剑 一下刺入老魏的腰子 让老魏一下跪在地上 柱子哥马上又补上一剑 可惜只是刺中老魏肩部 老魏刚要骑身 又被秦天柱右拳击中 接着秦天柱又跟了一记左拳 需要注意的是 这时柱子哥左手能量剑也没了 可能他觉得 面对皮糙肉厚的老魏 还是拳头更好使一点吧 不过这个定格来看 秦天柱的拳头似乎还没伸出来 就已经击中了老魏 尽管如此 这一下还是把老魏打飞 接着柱子哥转身 一把抓住红蜘蛛的右臂 然后高级右拳砸下 硬生生的一下将小红的右臂砸断 说实话 当时看电影时 我光注意画面左边 猥琐一动的冲浪板 一直没发现 小红这里竟然被卸了胳膊 接着柱子哥用小红的胳膊 狠狠抽了一下小红之后 将这颗胳膊扔了出去 他砸中小红后 从镜头里飞了出去 虽然小红被打这么惨 起码命还在 但冲浪板就没这么幸运了 这场大战必须有一个炮灰 来展现柱子哥的神勇 显然冲浪板就是这个角色 我把时间往前稍微倒回一下 箭头所指的地方是什么 想必有人已经看出来了 这就是刚才柱子哥 扔到冲浪板腿上那把能量剑 只是现在没了能量 他的颜色变成了金属色 冲浪板将他拔了出来 似乎打算用他袭击倾天柱 但柱子哥可不给他机会 这时 倾天柱右手出现一个能量勾 他扑向冲浪板 用这个能量勾 勾住了冲浪板的脸 然后顺势尽力跳到冲浪板肩上 虽然这里看不到倾天柱手部 但这时 他左手的能量勾已经出来 随着柱子哥左手落下 冲浪板的脸被两把能量勾牢牢勾住 倾天柱一发力 这张脸就像一张纸 被柱子哥无情撕裂 倾天柱从冲浪板身上下来这个画面中 我们可以发现 冲浪板的身体被放大了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 倾天柱身额也就到冲浪板的腰部 不过在前面的战斗中 冲浪板明显是没那么高的 也就比倾天柱大那么一点 这种变化很明显 视之做足有意为之 因为他们需要一种炫酷的方式 让倾天柱来处冲浪板 所以他们放大了冲浪板 以便倾天柱能爬到他头上 毕竟柱子哥不能爬到一个 与他差不多高的人头上 回到剧情 倾天柱干掉冲浪板后 由于担心刚才的战斗波及到山姆 这让他一时放松了警惕 他正想确认山姆是否没事时 老魏从后面悄悄接近 一下刺穿了倾天柱的胸口 这一下无疑是致命的 因为那里正是火种的位置 老魏随即还补了一炮 就是为了告诉观众 柱子哥这次是死定了 当老魏将手刀从倾天柱身体抽出后 可以看到老魏的嘴冻了几下 应该是说了什么 但是电影并没有给配音 在编二漫画里 老魏这里说的是 我已经尝过死亡的滋味 这次轮到你了 永别了倾天柱 好了 这场丛林大战 没想到我竟然讲了一整期视频 今天先聊到这吧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